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二十六年前在开民进党建党的记者会的心情一样 我们这个行程已经确定 因为昨天确定 最后确定 那么今天赶快告诉大家 那我们对这一个行程有个定调 就是我们这里讲的开展 面对这个中国大陆的崛起 民进党不应该被边缘化 尤其最近我看一篇文章 叫G0的时代 那我们应该证实 这个两岸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作为一个政党 我们有义务 代表台湾的人民去争取权利 去发言 那我们也有义务去保护我们的台商 但是如果我们政党 在这一方面 都一成不变 那么就很难 就很难 那如果国共联手对付民进党 变成一个常态 我也很担心 我们重新执政 会变成一个传说 所以我这一次以个人身份 正好我现在也没有公职 所以我认为是比较适当 可以去突破 那这个开展的意思 我诠释一下 我认为民进党的精神 就是要不断的找出路 不断的创新 不断的有新的作为 才有办法 保持不断的往前进 那如果我们没有新的作为 没有新的方法 去突破的话 那可能就会停止进步 民进党跟共产党 在历史上其实没有什么互信 其实很缺乏互信 所以困难很多 也是因为这样 当然没有办法走出第一步 那我相信 虽然困难很多 但只要我们热爱生命 热爱和别 真的关心台湾人民的利益 我们一定能够走出一条路 所以我愿意 以个人身份先跨出这一步 那这一步 也许能够走出一条康砖大道 也许只能走出一条洋长小径 也许走不出去 但是如果能够走出一条路 将来我们的人民就多一个机会 多一个选择 我们的党就会多一个选择 那如果走不出去 这个责任我个人来负 这一切的责任我自己负责 那我想这次有一个很好 那所以我们就开启一个新的一页 这个是一个互信跟分享 那这个互信对我跟我的同志 我们党的同志也是要互信 所以我们的支持者 对我们台湾人民也要互信 我希望将来扩大 我们台湾社会也要互信 我们两岸也要互信 因为没有互信 其实什么事都做不成 没有互信会消耗很多不必要的能量 没有办法再去做突破和创新 那分享我个人的经历 台湾的经验 大陆他们的建设 他们办奥运的经验 我们的民主法治 民主的经验 那对同志 我个人内心成长的一些经验 其实大家都可以分享 都可以分享 隔一阵子大家不见 没有公开谈话 其实大家都会有很多的变化 想外有很多的不一样 那这是我们把这个主题 一定在开展跟分享的理由 谢谢 举凡记者问到这个 这个绿营或是民进党的 民进党的人访问大陆的时候 台办他一定会立下一个前提 就是必须要放弃台湾独立的主张 那这个是台办那边多次声明过的 那您这一次能够成行 是不是在这个方面跟大陆达成了某种程度的谅解 那我们有很多的公职人员去大陆 那最近其实我们有两三位中常委去大陆 你看陈菊也是中常委 其实没有人有什么前提 这是我们自己设下很多的线 界限 就是说你政党间的交流 当然大家会有一些前提 个人去其实没有 我所知道并没有任何前提 当然我这一次也没有任何前提 我们如果有前提 其实我们姚嘉文同志 蔡同龙同志 柯建民同志都去过 那哪有什么前提 其实没有 我们这个要持平讲 请到院长就是 有关于这个你刚刚提到要 民主党要处理中国问题的能力 那么有关于现在这个中共在这个年底要 这个就是更换领导人 还有对台的这个 中国工作小组也会换人 据这个国安局的这个指出是这样的信息 所以院长您怎么看待 接下来的这个中国人士电话 还有他们对台小组的这个人士电话 您觉得对台政策会有什么改变 谢谢 政权 这个政策 应该是有稳定性 不会因为这个主办的人言变动而改变 这是我们的一般常识性的像话 我想应该也是这样 谢谢 院长给您请教一下 您刚才定调说这一次的那个出放 心情是开展 那距离12年前那一次 当然时空环境背景还很不一样 那跟这一次相比较的话 我想你会不会觉得说这一步是不是踏出去的太慢 对民进党或是对你个人而言 是不是太慢了 第二个是说你刚才有提到就是说那个党内同事要互信 那我不知道你这一次出去的时候有没有跟那个苏主席交换过意见 那苏对你的这一次的那个诚信有什么样的看法 谢谢 12年前当时我是市长 所以可能比较敏感 那时候的时空也可能比较敏感 也有其他环境的不一样 比如说大陆中国对我们的影响力 这些都有很多不一样 不过当时我是公职人员 受的拘束比较多 那现在我不是公职人员 所以应该比较单纯 也比较单纯 但是历史也没有办法重来 也没有办法厚厌 去讲说如果当时是怎么样 现在就怎么样 那这个也很难意料 不过就是说 我的心情始终没有改变 那当时我的心情跟现在 我当时就认为说 城市应该交流 民进党不应该 被替认说是 在中国问题上是边缘的 所以我们应该交流 那当时我已经知道说 政党要交流困难 也知道说政府 当时政府也还没有交流 这比较困难 所以我就希望说 能够有所作为有所突破 苏主席我有跟他提到 有跟他提到 至于我们两边交换对话的内容 我没有办法公开 因为这点 这个私下的讲话的内容 如果公开就变成 不是私下 而且也会影响复兴 所以以他讲的为准 好不好 讲的内容 以我尊重他是主席 以他讲的为准 谢谢 院长想请教一下 您这次去是以个人身份 就是于心基金会董事长 那您第一个 是不是持台胖证 或者其他的 旅遇通关的方式 您在您党内的身份跟影响力 第一个 那其次呢 就是说 您虽然说 刚刚说您这次定调不是政治上的 可以发展一些政治上的一些看法 那就是说 如果在对岸 您会跟夏明大选来进行座谈吗 或不会就是说 在座谈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 可能会请教您有关您的 一些两岸的政治定位的主张 包括 那您在中国大陆 您怎么来解释您对两岸关系的定位呢 谢谢 我对两岸的政策主张 我不但也会讲 我还出了书 最透明的 我不可能今天在台湾 书上讲这样 他当大陆讲另一套 那这样他们也会看不起我啊 那这样他们也会看不起我啊 那他们也会看不起我啊 那你们在中国大陆 他们也觉得我啊 那你书上这样讲 所以这个大家都不必去怀恼 我认为这就是互信 当然是照我一贯的想法 表达我自己的抗法嘛 但是如果没有公开的场合 我也不能在街上一直喊啊 这个当然是要 对腾有讲话的机会 我就会讲 没有讲话 我突然去看淘酒 也要讲我的两岸 这个也是很奇怪 这个也是代表的 没有信心 我们其实应该有信心的 台湾社会有信心的 第二个 这些手细不是我办的 但是我是觉得 他们来是什么手细 我们去是什么手细 我们都应该拼的 你知道吗 大陆很多人来 他们也拿什么证 那我们去拿什么证 这就是对等嘛 那不要个人有什么大特权 我也没有要求有什么特权 立长刚刚提到12年前 厦门之行 但是你没能成行 但是你也提到说 这次去中国 希望是大家保管党内也要呼吸 那因为当时 您有提出所谓的一国两制的主张 以及 就说 包括后来的宪法一中 但是 这部分 那因为联资者有一些疑似 可是我们知道其实 宪院长出了一本书 表述这个宪法共识 现在就是您一直强调了 这个两岸以宪法各表来取代 整个共识 那因为当时的 您早期的一些主张 绿资者有一些疑虑 所以宪院长 您会不会借这个机会 再说清楚你一点你的 整体的这个想法 这个两岸的关系的问题 其实我的主张很简单 我当市长的时候 或甚至说我现在 我们都是应该依照 我们的宪法来回应 两岸的关系嘛 我们不能违宪嘛 我们公职人员去违背宪法 所以一定是依照宪法 这是我的我的主张 而且 也能够有最大的共识 那12年前 如果你这样问我 就给我很好的机会 我12年前就能讲清楚了 有一个报纸社论 我认为他引用的最好 他完全照我当时讲的话引用 我昨天很 我看人家拿给我看 我很感慨 我12年来从来没有 这么完整过 都是半章级远 我那时候讲很简单嘛 我就说 依照宪法嘛 依照我们的宪法 前面有这一句啊 依照我们的宪法 其实两个城市还是一个国家嘛 是不是这样 只是说我讲的宪法是中华民国 他们讲的是宪法可能是另外一个国 依照我们的宪法是这样 这个不是马英九最近在讲的一国两区啊 当时我是用宪法去回应 我认为用宪法回应不会有什么问题嘛 我们宪法的确有台湾地区 大陆地区 不管现在经过这12年 这个是不是主权的规定 是事务性规定 大家当然是有不同的见解啦 但是用宪法回应我始终 认为是台湾可以最团结的 回到宪法来回应 很清楚嘛 没有什么问题 那这样 大家对你所谓的当初宪法一宗 这句话 你觉得是不是有意思 不是你用法要简化 应该是说用中华民国宪法回应一宗嘛 是不是这样子 那你说这样子是一宗啊 就你们一直讲 那几个字都不是我讲的 从来不是我讲的 那塞到我嘴巴我也吐不出来 对不对 但是用了宪法问题来回应这个 本来两岸就是有很多未解的问题嘛 大家各说各话 有一个模糊地带 那我们当然有我们的想法 对这个宪法的抗法 宪法的未来 民进党有他的抗法啦 那我们也有抗法 所以我有提出这个 重叠共识啊 不重叠共识啊 其实我理论基础是完备啦 完备啦 像我这样去一趟大陆这么透明的 把理论讲这么多很少啊 对不对 我是算最透明的 这是我的个性啦 那你要不要去一起 要不要一起去 所以我不晓得说你去有一个机会 如果你有机会的话 你会到这种会的具有机会 有千万我会讲的 好吧 所以你不会回避就对 结果不会回避 我的血书啦 我还回避什么 目标 就是您这次拿的那个证件 跟您当时去那个 就是以立委身份去大陆的证件 应该是同一个 同一个吧 这个因为那个很多同业都有 都很好奇 这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虽然您是用台湾维新 基金会董事长的身份去了 但是不可否认啊 您现在还是民进党的中常委 对那所以您去那外界对于 您此行对民进党的影响或冲击 其实是有很多讨论 那也有人认为说 您去那个党主席 苏正昌不需要为您背书啊 所以我的问题是 您去那您对民进党的意义是什么 谢谢 第一个就是说 十二年前不是十二年前 十八年前 十八年前我当时跟姚家文 蔡同龙 柯建明 李庆雄 还有侯海雄 我们有六个立委去 那时候拿什么证件 其实我也不清楚 我坦白讲 应该都是一样 你如果他们没有改变 应该是什么一样 但是我们都是没有自己去排 自己去请 就是说 应该就是入关的时候 是他们在办 大概是这样 但我想 谁去应该都一样 谁去应该都一样 只是说你又没有自己办 还是说有一个人 他们怎么办 应该是这样 我相信一年几百万人去 应该是没有什么差别 这个应该 平常先让大家知道 那他们大陆人来这里 中国大陆人来这里 应该也是特别的一个证 也不是签证 也不是正常签证 就是我们两岸关系条例的做法 应该是这样 我们上次去也是这样 我们都没有摸到 但是应该手续上 我们去人家地方应该照人家的法律 我这个是以基金委屈 但是因为我这个党职 所以我会跟党 报备一下 照规定 这没有问题 这是因为我党年的身份 也代表对党的一个尊重 这个是会的 那行为的后果 你说谁都有背书 这个事情就是 其实我们民进党的历史 有很多人像我们的前政务官 被关 被起诉 都没有人 后果都是自负的 你其实为了公 为了拍完 也是自己负责 没有人会替你负责 我们最多只希望说 同志间有点温暖的言语而已 不是说 希望谁替我们付钱 付背书 都不会有这样吧 这是民进党的历史 了解民进党 真的了解民进党的人 应该知道了 我们都是 欢迎做 港关修 对不对 我们自己的选择 每一条路 我们自己的选择 那当然有很多见仁见智的 抗法 批评 或者说支持都有 那批评不是 师哥朗诵 说当然不会很悦耳 但有些批评的意见 我也不一定接受 但是批评是有必要的 因为他会提醒我 很多需要解决的地方 所以我也信尊感谢 好不好 谢谢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 平常心的 这样的一个行程 那第一天呢 是先到厦门 那主要是 有一个多年的愿望 去东山岛祭祖 这是我们的传统 那第二天 十月五号 都到学界交谈 就是萨门大学 并且去看一个很环保相关的台商企业 最主要是关心我们的台商朋友 我们自己的乡亲 第三天 十月六号 去参观奥林匹克的鸟巢 这个巨蛋 那最后的公正式的行程 最后一天 就是这整个行程的 本最主要的一个活动 就是国际调酒协会 在北京的调酒大赛 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 所以这一次其实就是像这样 去参加这样的一个观摩 还是鼓励这样的一个比赛 那十月八号就回来台湾